第521章 锋芒出路 就在石木与那李武互相打量之际 演舞台中央亮起了一阵清光 一道清蒙蒙的清光人影凭空出现 站立在了两人中间 比武对战 只分胜负 不见生死 一方倒地不起 无力再战即为负 不可蓄意追击 伤其性命 若有自觉战力不计者 可以主动认输 对此规则 你二人可还有一问 清光人影问道 没有 石木答道 嘿嘿 没有 宫贝男子看着石木 音音一笑 答道 双方互报姓名 种族后即可开始对战 清光人影说了一句后 随即悬空而起来到半空之中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石木 蓝海星 人足 石木尝尸而立 开口说道 嘿嘿 蓝海星 没听说过 又是哪个鸟不拉屎的比叶之地吧 宫贝男子轻笑道 石木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一台右手 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哟 这人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劝你还是乖乖给黎师兄磕个头 认了书下去吧 台下的长狐脸青年 扯着奸细嗓子 冲石木喊道 黎武 风离心 黎妖族 宫贝男子 眯眼看了石木一眼 说道 黎师兄 好好教训教训他 另一个妖族喊道 这一声喊罢 场边围着的十来个妖族 全都跟着起哄起来 实施地势吧 做师兄的奉劝你一句 虽然规则限定 不能取你性命 可伤筋动骨的感觉可不好受 万一石海再受了损伤 就可就得不偿失了 黎武说道 还打不打 石木声音不大 可在场的人 却都听得清清楚楚 找死 黎武怒吓一声 身上骤然亮起一道青色光芒 一个身着青色甲皱的巨大黎毛法香 便赫然出现在其身后 法香一出 黎武便蹲了下来 两只手前撑在地面上 如同一只野兽般趴扶了下来 呐的一声响 石木只觉眼前一花 就见黎武两脚一蹬 身上光芒一剩 整个人便飞窜了出去 身影立即模糊 成了一片青色光影 黎武速度极快 带动着周围的气流 也飞速旋转起来 不一会儿 形成了一道巨大无比的龙卷风 只是眨眼间功夫将石木包围了起来 一时间 演舞台上气流纷乱 烟尘四起 就在附近围观众人纷纷摇头 以为石木这下完蛋了之际 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场中原本还气势磅礴的龙卷飓风 却突然一阵晃动 从中映出了一个巨大的赤色拳影 只见那赤色拳影猛然撞进飓风内壁之上 飓风中轻光狂闪 骤然炸裂开来 混乱的气流四处流散 一道身影便从中倒飞而出 重重跌落在演舞台下 原本巨大的龙卷风已然消失不见 石木则依旧驻足而立 看起来如同没有动弹过一般 台下众人一惊过后 连忙朝着台下望去 就见李武原本弓着的身子 似乎被拉直了 身子抽出了两下 便不动了 怎 怎么可能 一个区区人族 怎么可能有这么巨大的力量 台下 一个恢复妖族不可思议到 就 就一拳 长虎脸青年也惊得说不出话来 围在旁边的其他妖族 也都是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 不好了 黎师兄他 他死了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惊呼道 这人族 违规杀人了 又有人喊道 石木目光淡然 面上却没有丝毫变化 清光人影从半空中飞速落下 来到李武身边 伸手附在其额头之上 探查起来 他没有死 只是受了重伤 一身骨骼近断 石海也受了些震荡 才会陷入深度昏迷中 至少需要卧床 半年方有好转可能 清光人影说道 周围众人听到这番话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望向石木的目光顿时不同 不敢再有丝毫轻视 石木获胜 清光人影宣布道 石木闻言 朝着那清光人影一拱手 而后便走下演舞台 朝着其他地方走去 距离青蓝板划分下一场比试 还有一些时间 石木便打算去看看 其他人的战况 没走两步 他就听到前面一处演舞台周围 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喝彩声 他缓步走到近前 就发现原来是赵俭正在与人对战 其所在的演舞台周围 离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 比自己此前的围观者多上不少 看了一会儿 石木就发现 与赵俭对战的 是一名实力颇强的老弟子 一柄大刀灵器使得十分娴熟 但在赵俭的连绵重拳之下 也只有堪堪抵挡之功 却无还手之力 石师殿 就在这时 石木身后突然响起一声叫唤 青长天与赵俭子两人正并奸朝自己走来 看来这二人刚入门时的不愉快 如今肆意烟消云散了 打过招呼之后 三人便将目光投向了演舞台上 以那赵小子的实力 怎么会还没打完 赵俭子问道 他被排在此处擂台的第二场 对手是个地阶后期的老弟子 石木说道 原来如此 赵俭子说道 石兄 你战况如何 青长天问道 赢了一场 两位想必也都棋开得胜了吧 石木道 哈哈 确实 侥幸胜了 青长天笑着说道 就在这时 演舞台边又响起一阵喝彩声 石木抬头望去 就看到赵俭左手上的青光刚刚连去 而与其对垒的 那名老弟子 则已倒在了擂台边缘处 一副人事不省的样子 赵俭毫无悬念地胜了 围在周围的人群开始散去 石木与二人打了声招呼 就离开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石木又连续对战了两场 他所遇到的皆是防御力出众的妖族弟子 其中一人身负猛马巨像血脉 而另一人则可换出披甲巨蚀法香 石木也都达到了地阶后期 不过 石木一身巨力惊人 加上双臂在玄弓淬炼下 重于万斤 肩不可摧 二人引以为傲的防御在石木面前 犹如纸壶一般 被其三拳两脚之下 便破开并轻易获胜 使得一众围观新老弟子 对其印象颇为深刻 当然 最为引人注目的还要数赵俭 其几场交战 遇到的都是实力颇为强大的老弟子 但却无一人能因其锋芒 甚至无意能逼他使出九转玄弓 至于在入门试炼中 排名靠前的子灵 清长天 赤泥子 江水水 吕景 巫氏兄弟等人 也都保持着连胜战绩 在此次大笔中开始展露锋芒 淘汰笔市 由于场次颇多 一连持续了数日 最后一日 七号演舞台 石木一席轻衣 长时而立 看着站在其对面的人 嘴角微微勾起一丝笑意 说道 吕道友 幸会了 站在他对面的那人 一袭绿袍遮身 面上裹着绿布 只露出一对炯炯有神的双眼 正怒目瞪视着石木 不是吕景 却还能是谁 上次让你跑了 这次你的好运气怕是要到头了 吕景说道 我倒是觉得 吕道友遇到我 运气可不怎么样 石木说道 那就试试看吧 吕景大喝一声道 话音刚落 就见吕景周身 涌起大片浓重的绿色雾气 如同海浪一般 汹涌翻滚着 朝石木席卷而来 呼啦一声 石木周身涌出熊熊烈焰 如同穿上了一件火焰战甲一般 将它整个人都包围了起来 只见那滚滚绿雾 覆盖在石木的赤色火焰之上 眨眼间便被烧成一缕白烟 溃散不见 哼 吕景见此 冷哼一声 周身亮起一道绿光 其背后的浓雾 就立即如同沸腾了一般 剧烈鼓动起来 片刻之后 绿雾便升腾至石杖鱼膏 化为了一尊 手握巨斧的绿甲战士 那绿甲战士 仰天发出无声怒吼 继而便朝着石木一斧砸下 石木却是一步未退 张口一吐 口中便飞了出一根黑色小棍 那根小棍 一入石木手中 便立即长大数十倍 化作了一根杖鱼肠 而必粗细的黑色长棍 石木双手横握棍身 将其举过头顶 朝着那绿色巨斧格挡而去 当 一声剧烈的碰撞声响起 石木握棍的双手一颤 双膝微微一弯 便将巨斧挡了回去 他随即后撤竖步 将如意冰铁棍往身前一点 手腕上的火焰 缓缓绕棍而上 片刻之后 便将长棍整个包裹起来 紧接着 石木便向前一个跃步 使出一击圆脑攀圆 整个人瞬间攀升至 数十丈的高空中 只见石木恍如一尊火焰魔神 身形在高空中 如弓一般朝后弯曲 蓄力至满处 双手紧握棍身 由身后抡至身前 悍然麾下 气势惊人之极 旅锦见状大惊 手中法爵一催 法香手中的巨斧 漠然绿光大盛 游下至上的 朝着石木劈砍而去 哄 一声剧烈的暴击之声响起 演舞台上的浓重绿雾 骤然散开 无数碎石烟尘腾空而起 只见石木的火焰长棍 俨然已破开了 旅锦的巨斧 并一棍子将其整个人 砸入了地面之中 片刻之后 烟尘逐渐散去 围观的众人惊讶发现 下方的演舞台中央 下陷出了一个深坑 而旅锦 正衣衫褂褂气息 微弱地躺在深坑之中 石木纵身落在深坑边缘 单手持棍指向旅锦 眉头一条俯视着旅锦 那神情 简直就像是在问你服事不服 此时 旅锦面上的绿布 已经破裂开来 露出了一张满是毒疮的脸 其望向石木的眼中 满是灰败之色 再无往日的光彩 第522章 赌局 经过一系列锦罗密鼓的比试后 大笔第一轮淘汰赛结果 终于确定下来 石木榜尚未列36位 这一结果是石木有意为之 在确认自己踏入了第二轮后 为了后面比试的养精蓄锐 便顺势弃全 给了一位地阶巅峰的老弟子 新人弟子中 赵检一路势如破竹 最终击败了数名老弟子 毫无争议地位居榜首 不过其在此期间 甚至最后一场比试 都并未动用九转玄弓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子灵以出神入化的术法造诣 在比试中同样表现不俗 位列第11位 其他一些石木认识之人中 青掌天为第27位 江水水为第40位 赤女子87位 令石木颇有些意外的是 巫氏兄弟 这二人分别排在了第105位和107位 堪堪几入前108位之内 石木对此倒也没什么意外 毕竟这兄弟俩人 向来是共同作战 二人携手实力 与天位强者相比 也不遑多让 可在这大比之上不能联手 必须各自为战 这才会排位相对滞后了些 若论实力境界 吕锦倒是有望进入前108名的 但因其运气实在不佳 遇到了石木 排位落在了第120位 同样失去了进入第二轮的资格 至于马龙 第一轮便运气不佳 遇上了一位实力不俗的老弟子 在随后的一系列比试中 表现也平平 最终排在912名 倒是勉强留在了胜地之中 大比赛城安排紧密 在第一轮结束后 只是停战了一日 第二轮比试便宣告开始 由于这一轮比试中 此前第一轮胜出的前108人 将与108位上位弟子 角逐争夺上位弟子的有限名额 故而 历来是大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轮 擂台附近观战的人 也增加了不少 青篮榜前 原本的树座擂台被移除 并临时搭建了一座远比其他擂台 大上数倍的青色擂台 和一座观战用的高台 此时距离比试开始 还有半个多时辰 广场上已是人满为患 所有人都围在了巨大青色擂台周围 离三层外三层 水泄不通 擂台后方的高台上 此刻还没什么人 不过淘汰赛中排行靠前的弟子们 已来了不少 一个个斗指昂扬 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人群角落处 拭目驻足而立 其肩膀之上 彩儿看到眼前热闹的景象 兴奋地嘎嘎乱叫 石头 这擂台真是大 哇 你看那边几个女的 长得真是水灵啊 话说石头 你一会 要挑战哪一个人 在这么多人面前 你可别给俺丢脸啊 安静点 否则就进灵宠袋里待着 石木轻轻敲了一下 彩儿的脑袋 彩儿闻言 身子鼓一抖 顿时闭上了嘴巴 不过一双小眼睛 仍旧鼓溜溜朝着周围扫去 石木眉头微皱 本来不想带彩儿过来 但是彩儿今天死命耍赖 死活非要跟着过来 他没有办法 只要带过来了 石大哥 你原来躲在这里 害我好找 就在此刻 一个清脆女生 从旁边传了过来 石木转头看去 却是马龙 正一脸笑盈盈地望着自己 马姑娘 恭喜你通过了大笔 石木说道 和石师兄比起来 小妹的成绩 根本不值一提 对了 今日挑战上位弟子 以石师兄的实力 应该也大有把握吧 马龙对着石木肩上的 彩儿点了点头 如此说道 这些上位弟子 一个个都是天纵奇才 我哪有什么把握 尽力而为吧 石木呵呵一笑 说道 石头 你看那边好热闹啊 好像有人在开赌局 我们也去看看吧 两人正在谈笑 彩儿凑到石木耳边 小声嘟囔道 石木与马龙闻言 转头顺着彩儿所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处空地上 赫然摆了几张方桌 桌子上铺了赌博专用的纸张 几个轻衣人站在桌子后面 扯开嗓子吆喝 俨然一副赌局的架势 这 青蓝圣帝作为正宗大派 竟然允许这种公然赌博的行为 石木说道 呵呵 石师弟孤陋寡文了吧 咱们青蓝圣帝对于弟子的管理 重于心而不重于行 不过是些小小的赌局 无伤大雅 凡可鼓舞士气 宗门的长老护法们自然是不会管的 就在此时 一个人影不知何时出现在石木二人身旁 却是青长天 青兄 你这身法是愈发神出鬼没了 谁要是与你结了仇 可真是连修炼闭关都要提心吊胆了 石木看了对方一眼 笑道 石兄 看你神情轻松 莫非已经成竹在胸了 青长天对马龙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随即黑黑一笑地说道 青师兄说笑了 据我所知 这些上位弟子 大多在这圣地沉浸百年以上 可不是第一轮那些下位弟子可比的 石某虽然自负有些实力 但是也不至于如此拖打 石木摇了摇头 说道 石道 那些赌局好像挺有意思 我们也去看看吧 彩而呼的插话叫道 这鹦鹉是石师弟的灵宠吧 灵智竟然如此大开 倒是少见得很 青长天看了彩儿一眼 说道 彩儿瞥了青长天一眼 故作傲慢地转开了视线 这鹦鹉除了锅躁贪吃些外 也没有其他本事 让青兄见笑了 石木笑道 哈哈 石师弟若是对赌局有兴趣 不妨一起过去看看 青某正好有些手痒 想赌两把碰碰运气 转些玄灵点花花 对了 这个开赌之人 是宗门一位好赌的千年弟子 信誉绝对有保证 青长天说道 朝着那里走了过去 石木眼神一闪 跟了过去 彩儿顿时发出一声欢呼 马龙见此 美眸一转 也跟着走了过去 赌桌附近已经围了不少人 但是桌子上 还没有写出具体的赌局内容 青长天带着石木与马龙二人来到这里 便自顾自地挤进了人群 没有再去理会石木等人了 诸位 今天的比试是挑战赛 无法像前几日那样 事先列出赌局内容 不过诸位放心 稍后只要有人提出挑战 我们这里立刻便同步开出赌局 我再次保证 每场必赌 绝对让诸位过足眼 一个中年轻衣大汉大笑地喊道 好 既然端木光师兄放话 我们自然信得过 周围围着的众人 响起一阵笑声 不过我事先言明 第二轮开始的赌局 我们只收几品零食 诸位若是压其他宝物 就由我们来估价 兑换成几品零食 若是不同意话 还请不要出手 免得我们彼此都麻烦 端木光继续说道 石木静静看着眼前的一切 眼神闪烁 似乎在考虑什么 他呼地走到马龙身旁 低声说了几句话 并且挥手取出一个布包 交给了马龙 马龙神情先是微微一震 随即点了点头 就在此刻 树道明亮顿光 从远处飞射而来 发出隆隆的破空声 吸引了擂台附近不少人的目光 石木看了过去 瞳孔微微一缩 而后转身 对着马龙说道 马姑娘 就按照我和你说的 之后事情就拜托你了 石大哥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马龙立刻点头 还有 等一下上台不许带领宠 彩儿也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 石木说着 一抖肩膀 彩儿有些不甘愿地飞了起来 落在马龙肩膀上 口中说道 石头 可别给我丢脸了 自然换来了石木的一个白眼 好 马龙轻笑一声 硬道 石木对马龙 微微点了点头 转身走回擂台下 那几道明亮顿光 落在擂台附近的一个高台上 献出了三个人意 分别是一个面色枣红的白须老者 一个背负常见的蓝山中年人 方面无须 看起来很是古板 还有一个工装少女 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 容貌极美 带着一股端庄闲静的气质 让人不敢亵渎 三人身上散发出强大无比的气息 赫然都超过了天位层次 应该是圣街存在 除这三人之外 高台上不知何时已多了十余人 见三人落下 连忙上前行了一礼 想不到这次黄街区域的大笔 惊动了这三位 清长天此刻也走了回来 站在石墓身旁 喃喃自语道 哦 这三位都是哪些大人物 石某这些年闭门修炼 倒是对门中之事不太了解 还请亲师兄赐教 石墓问道 石师地严重了 这三位来头可不小 乃是圣地八大 护法中三位 那位白须老者 父姓南宫 是圣地赫赫有名的炼丹大师 其炼制的乾坤造化丹 可以大幅提升结丹几率 在整片迷阳新域 那都是大大有名 居中的那个蓝山中年人 是戒律堂的岳护法 执掌门中刑罚 铁面无私 那个宫庄少女姓和 是我青蓝圣地最为年轻的护法 据说其修炼还不及五百年 加之容貌极美 素有荷花仙子的称号 生命远波 清长天如数家真的一一介绍道 石墓闻言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其他两人倒还罢了 那个宫庄女子不到五百年 便修炼到了圣街 这等资质 简直骇人听闻 第523章 二轮首战 高台上的十余人中 一个赤梅青年走了出来 对白须老者三人行了一礼 这才纵身飞到了擂台之上 诸位 在下戒律堂直视弟子彭涛 百年弟子大比第二轮挑战赛 便由我主持 有请昨日掘出的108名挑战者 和原108位尚未弟子上台 赤梅青年一边朗声宣布 期间先抬手对着左边 做了个请的姿势 继而又将手移向了右边 话音刚落 以青蓝榜为中心 距大青石擂台左右两侧 分别亮起一层青蒙蒙光幕 将整个擂台划分成了三个区域 其中中间区域自然最大 占据了整个擂台的五分之三 石目等人见状 纷纷从人群中纵身而起 飞升上了擂台 在青蓝榜左边这一侧站定 按照排名依次排开 擂台另一侧 同样有数道顿光纷纷闪面 只是片刻功夫 擂台两侧 被青色光幕隔开的两端区域 已分别站上了108位弟子 石目朝着对面看去 目光首先落在了最左边一个身影上 此人一身金袍夹身 细眉长脸 皮肤表面泛着一层淡淡的金黄色泽 身形金瘦挺拔 犹如一杆镖枪一般 直立正在那里 一股惊人气势油然而生 仿佛要将天也捅出个窟窿一般 上位弟子排名第一 龙战也 石目双目微眯 心中暗暗念叨了一句 此人果然了得 以石目如今的神识和目力 竟丝毫也看不穿对方的修为实力 唯有直觉告诉他 此人很强 甚至可以说 是他过去遭遇过的所有对手中 最强的一个 龙战也旁边之人 一席青色长山 容貌俊逸 正是十年前带领他们入门的凌峰师兄 整个人看起来和十年前没有多少变化 嘴角依旧挂着和煦笑容 让人看着十分舒服 在过去的几人 虽然种族各异 但一个个看起来也都非同凡响 他曾从清长天口中得知 如今占据百年上位弟子前十只猎者 最少也在这位置上 占了长达三十年之久 甚至其中步伐占据了百年朝上者 石目目光扫了几眼 心中对这些上位弟子实力 也有了大致判断 对面这一百零八人中 应该只有一小部分是天位舞者 剩下的除了庶明月接触室外 大都是地阶后期至巅峰左右修为 气息诡异莫测 显然也都身怀秘术 或是身负血脉之力 他目光一转 落在第三十七位的廖永身上 对方此刻恰巧也看了过来 眼神深处露出一丝阴冷笑容 石目洒然一笑 收回了目光 在石目观察这些上位弟子的同时 其余挑战者 以及下方擂台周围的人 目光也大多在这些上位弟子身上 群寻不已 毕竟作为百年弟子中的翘楚 其中大部分人 除了宗门任务外 常年闭关不出 平常可是难得一见的 而那些上位弟子中 除了一些神情巨傲 丝毫未把对面挑战者 看在眼中之外 其余人也大多在打量着这些挑战者 评估着对方的实力 眼神中不时闪过一丝警惕之色 好了 既然双方均已到齐 接下来第二轮比试 即将正式开始 关于比试规则 之前背骨长老也说明过了 我这里再强调一下 108位挑战者 每人尤其只有一次机会 可以随意挑战上位弟子 获胜便可取代其位置 但是一个上位弟子 最多被挑战三次 而且不能被连续挑战 这个规则 你们可都明白了 赤梅青年说道 明白 石目等人齐声达道 那好 现在我宣布 第二轮挑战赛 正式开始 赤梅青年宣布 飞身离开了擂台 回到了高台最前方 擂台周围的围观之人 尽数沉默下来 场面刹那间 变得一片静谜 石目等108人 一时没有人立刻跳出挑战 目光再次朝着对面望去 打量起对面的上位弟子 似乎在选择挑战哪一位 时间缓缓过去 很快过了一刻钟 还是无人跳出挑战 六十席内 若是还无人上台挑战 便算是所有人放弃 对上位弟子的挑战权利 现在开始计时 就在此时 赤梅青年的声音再次响起 但见其手中不知何时 已多出了一个沙漏 口中说道 沙漏中 细沙缓缓流下 既然大家都这般客气 那就由我赤女子先来吧 在下要挑战排名 第一百位的方 回方师兄 就在此时 一个赤色身影 从左侧众人中走出 身形一晃的 直接穿过青色光幕 落在擂台中央 此人身高丈许 通体肤色枣红 正是赤女子 与此同时 另有两名挑战一方弟子 飞身冲出 似也想冲入擂台 但由于 比赤女子慢上一些 纷纷被面前的 青色光幕挡了下来 只得折返而回 擂台之下 顿时传来一阵骚动 对面区域靠右位置 走出一个身穿 漆黑战甲的身影 头上戴着一顶 覆盖大半个脸的头盔 不仅看不到脸 连眼睛部位 也是漆黑黑一片 此人用远处跃起 身形直接穿过青色光幕 并重重落下 整个擂台 似乎都颤抖了一下 挑战我方回 嘿嘿 正好 我手中之剑 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剑血了 就拿你来记一下吧 漆黑头盔之下 亮起两点红光 传出一阵略带嘶哑的男声 听起来年纪也不大 方回话音刚落 一挥手 掌中多出一柄 数尺长的黑色宽被大剑 上面隐约有血光流转 那就来试试吧 赤女子双目微眯了一下 露出凝重的神色 一挥手 手中多出了一柄赤红色长枪 表面腾起一层赤色烈焰 拾目眼睛在二人身上看了几眼 从两人散发出的气息来看 都是地阶巅峰 似乎不相上下 比试结果 就看两人各自都多少底牌了 他目光一转 朝着不远处的赌局方向望去 此刻他居高临下 赌局的情况一览无余 来来来 第一场比试 马上就要开始了 赤女子对上位第一百名弟子方回 要下注得赶紧了 买定离手 过时不后 堵桌后面 那个端目光正在大声叫喊道 周围的弟子见状纷纷掏出零石 压在桌子上 十目双目金光微微流转 顿时将桌上此刻的赔绿 看得一清二楚 赤女子是一赔二 方回是三赔一 显然方回更被看好 比试开始 就在此刻 半空之中 赤眉青年嘀喝一声 挥手打出一道清光 擂台两侧的青色光幕 一阵闪烁下 凝聚成一层半圆形光幕 如同倒扣海碗一般 将整个擂台龙照了起来 石目连忙收回了目光 赤女子身上呼啦一声 泛起赤金色火焰 手中的长枪表面燃烧的火焰 也变为了赤金色 一股酷热散发开来 即便透过那青色光幕 石目等人也能够清晰感应到 但听其大喝一声 手中长枪一阵 陡然变得模糊起来 无数燃烧的赤金色枪影 浮下出 朝着那方回刺去 每一道枪影 恍如一条赤金色火龙 从半空中呼啸而过 发出愤怒的嘶吼声 气势惊人 空气震荡下 连笼罩擂台的青色光幕 也抖动起来 一腔之威 静止于此 石目脸色一动 赤女子的实力 比起当日在青蓝密镜里 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恐怕此次在第一轮中 还是保留了实力 看来此人 实是个外粗内袭之人 石目如此想着 与此同时 擂台之下 也响起一片惊叹声 方回面对无数枪影 面上表情丝毫未变 口中发出一声轻蔑冷哼 手中宽背大剑 漠然血色光芒大放 宽背巨剑陡然变大 化为一柄七八丈大小的巨剑 方回手持巨剑 对着漫天枪影一个横扫 只见一道巨大无比的血光 一闪而逝 一道道枪影 仿佛狂风中的火苗 被轻易吹灭消散 轰隆 血色巨剑直接砸在了 赤女子手中的赤金色长枪之上 发出一声巨响 赤女子的身体大震 赫然被打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了后方的青色光芒上 落了下来 其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持枪的双手虎口 也被震裂开来 鲜血涌出 比起身上的伤痕 他心中震撼更大 刚刚交手的瞬间 他感觉自己仿佛 被一座吉尺的大山砸了一下 竟有种皮肤汗树之感 赤女子心中虽然震惊 不过他心智迷奸 一个翻身便站了起来 吼 他口中发出野兽般的吼叫 身上赤金色火焰再次浮现 身躯飞快长大 头上和身体表面 长出长长的金色毛发 手脚长出利爪 转眼间 赤女子便化成了一个金色诗人 身上赤金色火焰翻滚 周围的虚空也震战了起来 他嘀吼一声 身体一闪 迅疾无比地朝着方回冲去 整个人恍如一道赤金色流星 从擂台上划过 时目见此 心中微微一动 这一招当初在秘境中赤女子也用过 威力极大 不过随后 他便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 方回身形一个模糊下 同样手持血色 巨剑窜出 迎向了急驰而至的金色流星 其身上血光大放 整个人连同手中血色巨剑 默然化为了一只 手持血色巨剑的巨大鼓壁 轰隆 两个身影一闪下 飞速交错而过 整个场上 顿时被血精两色光芒充斥 并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第524章 接连挑战 场上夺目光芒一晃而逝 擂台一边 赤泥子的身影浮下而出 提表赤金色火焰消散开来 张开喷出一大口鲜血 胸前一道深深伤痕 鲜血蜂拥而出 他脸色苍白无比 整个人摇晃了一下 半跪在了地上 手中金色长枪称地 让自己不至于倒下 擂台另一边 方回身上血光也消散开来 头上的黑色头盔 咔嚓一下 碎裂开来 露出一个斜翼的青年面孔 双目脸颊上有一道烧伤的伤痕 他将血色宽背巨剑 抗在肩头 缓缓转过身 看向了赤泥子 你实力不错 若是挑战其他人 或许还有一些机会 可惜的是 你选了我 方回冷冷开口道 赤泥子嘴角动了一下 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方回上 赤泥子挑战失败 半空之中 赤梅青年宣布结果 挥手打开了擂台的静止 方回身形移动 飞回了擂台最右侧 回到了自己原本的位置 擂台下立刻飞上两个青袍身影 一左一右地将重伤的赤泥子 带了下去 擂台之下 顿时响起一阵嗡嗡议论 都在对上位弟子 展现出的强大实力 而惊叹 赤泥子首战告败 使得挑战者们气势大弱 忽望着 一时没有人敢再上场 赤梅青年眼神一动 正要再取出那个沙漏 就在此刻 人影一花 一个青色身影 出现在擂台上 在下青长天 挑战排名第95位的 唐成全师兄 却是青长天登上了擂台 拾目眼神一闪 青长天身法诡异 实力比起赤泥子 要高尚不少 在他们这108人中 位列第27位 不知道结果如何 一个手腕上 带着金色童环的光头青年 飞升上了擂台 目光看向青长天 子子 挑战我 你还太嫩了一点吧 童环青年唐成全摇了摇头 冷笑了一声 请了 青长天收起了一贯的笑容 冷声道 比试开始 赤梅青年 启动擂台的防护静致 宣布道 话音刚落 青长天身影一阵模糊 顿时从台上消失不见 下一刻 他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那唐成全身后 手中一柄柳叶短刀 刺向对方后背 速度之快 电光火石也不足以形容 让台下不少人 看得眼神一正 唐成全似乎完全没有来得及反应 愣愣地站在原地 青长天脸色一洗 手中柳叶短刀光芒大放 刀刃上浮现出流水般的冷芒 狠狠刺在了铜环青年背上 咚的一声闷响传出 青长天脸色一变 手中柳叶短刀 恍如刺中的金刚石一般 丝毫也刺不进去 就在此刻 唐成全手臂一动 化为一道残影 打向了青长天的胸口 不好 青长天脸色一变 脚下一点 身体迅疾无比地朝着旁边躲闪 砰的一声 青长天身体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翻滚了一下才落地 身体一阵亮呛 嘴角流出一道血痕 刚刚他虽然竭力躲闪 但由于距离过近 加上唐成全速度也不慢 其没能完全躲过 还是被擦到了些许 受了一些轻伤 青长天擦掉嘴角血丝 看向铜环青年 眼神变得凝重不少 唐成全此刻身形已经大变 身上浮现出一层亮金色光芒 凝聚成一套金色透明战甲 战甲由一片片金色钾片组成 覆盖住了 此人全身每一处皮肤 连头上也罩着一个金色头盔 每个叶片上都浮现出金色龙纹 闪耀着阵阵金光 恍如无数条金龙缓缓游动 散发出不可逼逝的威势 傲然挺立 原来修炼的是龙纹金凯硕 此树虽只是地阶防御秘术 但是修炼时需要融入龙血 淬炼肉身 困难程度丝毫不在一些天威秘术之下 看这威势 已经修炼到了大成境界 也算难得 高台之上 那个白絮老者开口说道 一旁的阑山中年人点了点头 开口道 此树防御力的确不俗 那个青长天若是不能爆发出 超越天威初期的实力 恐怕根本破不开这深龙纹金凯 擂台之上 青长天面色苍白 目光死死盯着唐成全身上的龙纹铠甲 似乎在思考破解之法 青尸殿 现在轮到我了吧 唐成全看向青长天 咧嘴一笑道 八字刚一落下 他整个人已然化为一道刺目金光 朝着青长天扑去 速度极快 青长天眼神闪烁 长啸一声 身影一晃 化为一道残影 风吹柳絮一般 躲过了对方的攻击 唐成全脸色一冷 脚下猛然在地上一踩 身体转过方向 继续朝着青长天扑去 他速度虽然快 但是论身法诡异 显然还远远不如青长天 连续几次都被青长天轻易躲开 这个青长天身法不错 几乎赶得上一些千年弟子了 高台之上 蓝袍中年人点了点头 与带赞许之色 此子虽有速度 但是却无甚足以破开对方龙闻金凯的杀招 到头来 还是输多赢少 白须老者摇了摇头 说道 两人话音刚落 擂台上的情形顿时发生了变化 同环青年唐成全 几次攻击没有效果 目光一闪 呼得翻手取下了手臂上的金色圆环 口中念念有词 圆环骤然发出一阵刺目金光 下一刻赫然从其手中消失无踪 青长天见状 暗道一句 不好 身形一晃 身体化为一道残影 残影一晃 赫然由一个变成了三个 朝着不同方向飞射而去 唐成全脸上却露出一丝冷笑 口中咒语一停 单手一挥 左边的残影身上金光一闪 金色圆环赫然出现 套在了残影之上 扑通 青长天的身形出现 翻身栽倒在了地上 身体上被那个金色圆环死死套住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起来 与此同时 另外两道残影也随之消散开来 化为鸟鸟虚无 人影一花 唐成全出现在青长天身前 手中多出一柄金色匕首 点在了青长天咽喉上 说道 怎么样 还打不打 青长天叹了口气 道 我输了 唐成全这才露出了笑容 身上龙蚊铠甲一闪 融入了他的身体 同时 那金色圆环也从青长天身上飞下 落在了同环青年手中 青长天挑战失败 胜着唐成全 半空的赤眉青年宣布结果 擂台之下顿时一片哗然 连青长天也败了 上位弟子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这些老弟子 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哪是那么容易赢的 看来今年也没什么人 能够挑战成功了 平台之上 其他挑战者面面相去 还没有出手的巫师兄弟 江水水等人 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心中泛起退却之意 青长天已经算是 他们中的佼佼者了 当初在入门失恋中 便以位列第二 仅次于排名第一的赵检 挑战的也不过是 排名靠后的上位弟子 竟然也是如此惨败 嘿嘿 只有这么点实力 就想向我们挑战 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 这一届的人 实力比起上一届 都大大不如 对面上位弟子人群中 排名第九的一个卷发青年 冷冷开口道 面带激讽之色 卷发青年身旁的几人 也跟着发出一阵痴笑之声 看向对面的目光中 满是不屑之色 就连原本还略带几分警惕之色的人 此刻眼神也远没此前那么凝重了 附近高台上 包括三名护法在内的人 都是一副面色漠然的神情 对于下面的情况 并没有出言制止 似乎有意纵容弟子们之间的矛盾 一众挑战者脸上 纷纷露出愤怒之色 不过想起刚当的战绩 心中都不免有些泄气 有些原本愁愁满志之人 眼中也露出了犹豫挣扎之色 石木看了卷发青年一眼 随即又将目光落在了青蓝碑上 发现这个卷发青年 名叫上官信 他朝着身旁的人看去 微微摇头 刚刚两场比试 赤尼子和青长天落败都情有可原 赤尼子的战斗方式大有问题 而青长天是运气太差 挑战的人恰好克制他 其实据其观察 上位弟子并没有这些挑战者们 想得那么厉害 赵某不才 想向上官师兄挑战 一个声音呼的响起 却是赵极 他身形一晃 落在了擂台上 擂台附近一阵议论纷纷 要知道这个上官信 在上位弟子中可是排名第九 实力远在刚刚的方回 唐承拳之上 上官信脸上一沉 身形一晃 飞身落在了擂台上 好 竟然敢挑战我 胆子不小 我不管你是不是修炼了九转玄弓 敢挑战我的人 从来只有死路一条 上官信眼中闪过一丝宁笑 冷冷说道 赵极对对方的话仿若未闻般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上官信 十年前的入门弟子第一人 如今的淘汰赛第一名赵极 扬言挑战上官信 赌局那边也立刻掀起了一阵狂潮 纷纷吓住 时目通过灵目神通 发现两人的赔率 出乎意料地颇为相近 此刻 擂台上 赵极和上官信 已经开始激烈交锋起来 上官信手中黑光一闪 夺出了两柄黑色大锤 散发出惊人的灵气波动 赫然是一对极品灵气 里面似乎掺杂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散发出一股极为凶利的气息 他口中念念有词 两只黑色大锤光芒大放 一闪又长大了许多 接着口中低喝一声 手臂一挥 两只大锤挥舞如飞 化成两股黑色飓风 朝着赵极当头砸下 第525章 错过好戏 面对上官信一上来 便是如奔雷般的攻击 赵俭神情丝毫未变 单手一挥 手中多出一柄紫色大斧 正是他在秘境中 曾使过的那把灵气 他口中送念咒语 一挥手 呼地将紫色大斧 直接扔了出去 紫色大斧通体紫光大放 一道琢目燕芒冲天而起 仿佛一轮子彤彤的太阳一般 赵俭一挥手 打出一道法绝 紫色太阳一闪 默然化为一条紫色巨龙虚影 足有二三十丈大小 朝着那两股迎面 制的黑色飓风扑去 上官信看到紫色巨龙虚影 气势汹汹的样子 眉头微皱 两手一动 两道黑色飓风赫然融为一体 体积粗大了一倍不止 轰隆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在高空中响起 紫色巨龙虚影 和黑色飓风轰然相撞 然后仿佛活物一般 纠缠在了一起 在紫黑两色光芒的激烈冲撞中 整个擂台连同笼罩的青色光幕 也随之猛然抖动起来 上官信见此 怒目元征 双手发卷猛的一催 黑色飓风旋转速度骤声 想要将紫色巨龙虚影搅碎 传出一阵犹如金属切割般的巨响 但下一刻 紫色巨龙虚影 同样紫光大放 身躯气势汹汹地朝前冲去 轰鸣声接连响起 紫色巨龙虚影 和黑色飓风 在僵持了两三息后 竟同时轰然消散 化为了大斧和双锤的本体 各自飞射而回 落在了赵简和上官信的手中 上官信脸色一致 自己这蓄力一击 竟然与一个新人弟子 拼了个平手 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 他身上黑光大放 一股天位初期的庞大威压 毫无保留的汹涌 扩散开来 气势之盛 距离天位中期 也只有一步之遥 擂台附近之人 纷纷面色骇然地 望着擂台上的上官信 现场肃然一片 排名前九者 近距离天位中期 仅一步之遥了 时目此刻心中也震撼无比 目光一转 又朝着擂台 另一边龙站野的方向望了一眼 擂台之上 赵简手持紫色大幅 望着前方被黑光包裹的上官信 面色淡然依旧 眼神依旧平静如昔 上官信望着赵简的目光一宁 张口喷出一口精血 融入双锤中 同时口中送念咒语 手中双锤散发出红黑两色的光芒 一闪之下 竟然融为了一体 次目的红黑光芒 从大锤上散发而出 散发的威压 比刚刚强大了一倍有余 去 上官信大喝一声 黑红大锤顿时朝着赵简 当头一砸而去 雷霆爆鸣之声 从大锤上爆发而出 威势害人之急 附近虚空也随之剧烈阵战起来 赵简脸色一宁 口中念念有词 袖子漠然一抖 紫色大幅紫光再次亮起 飞旋着脱手而出 幻化成一头紫色巨龙虚影 两只巨爪试图抵挡红黑大锤 一声响彻天地的巨响 紫色巨龙虚影双爪 在触及黑红大锤的瞬间 赫然被一股无形之力震碎 重新变成紫色大幅 翻滚着朝着下方飞去 光芒暗淡 显然瘦窗不小 红黑大锤不过微微一顿 继续朝着赵简砸下 赵简面沉似水 双目泛起一阵刺目之极的蓝光 朝着上观性看去 两道刺目蓝光 漠然从其眼中飞射而出 一闪没入上观性周围的虚空之中 虚空顿时浮现出 一圈圈无形的波纹 时目眼神一闪 这一招 赵简在秘境中也曾经施展过 自己当初就差点着了此道 时间之力 上观性脸色一变 不过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一圈圈无形波纹 已经笼罩住了他周围空间 上观性只觉一股无形压力 从四面八方骤然而至 其身体一将下 全身动作瞬间停止 仿佛被封在琥珀中的苍蝇一般 无法动弹分毫 下落的锯锤也是一样 距离赵简 还有树丈距离 漠然停止了下来 赵简嘴角挂着一丝浅笑 两手挥舞 虚空一闪 无数白色细丝浮下而出 朝着上观性缠绕而去 就在此刻 原本静止不动的上观性身上 黑光狂涨 锯锤上的光芒也是狂闪 周围的无形波动 赵简轻哼一声 双手一颤 周围漫天白丝 一下将上观性捆住 形成一个人形残简 连同那红黑锯锤也包裹住了 残简之中 上观性怒吼连连 奋力挣扎 但是没有丝毫用处 人影一闪 赵简身影出现在上观性身后 此刻其整条左手 漠然散发出一阵刺目白光 擂抬左端 拾目目光一动不动地 盯着半空中赵简左臂 面色平静 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 其他人施展九转玄弓 他看得真切 这确实是第一转 智阳之力 思量间 赵简一拳 已狠狠轰击在上观性身上 白色细丝轰然断裂 上观性的身影 从白色残简中倒飞出来 重重撞落在下方擂台之上 口中鲜血狂喷 双臂均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弯曲着 其在最后一刻 拼尽最后的力气 以双臂挡住了要害 黑红色巨锤 此刻也掉落在了地上 一闪化为了两柄黑色大锤 血红色光芒消散开来 上观性强忍着痛楚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神色 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赵简眼神一冷 左手白光一闪 似乎要再次动手 好了 胜负一分 停手吧 人影一花 半空中的赤眉青年 出现在赵简的身前 赵简目光一闪 散去手上白光 赵简挑战上观性成功 瞿戴琪成为上位弟子第九名 赤眉青年宣布了结果 擂台之下顿时响起一阵欢呼 挑战者这一方 不少人也纷纷面露兴奋之色 终于有人挑战成功 且还是前世之恋 赵简脚下一点 身体飞射而起 落在了上位弟子的平台上 大模大样地 站在了上观性刚刚的位置上 上观性狠狠瞪了赵简一眼 翻身跳下了擂台 上位弟子们这边 却是神色各异 特别是刚刚跟着上观性 西洛挑战者的那几个人 脸色都不太好看 不过也有人眼神中 闪过庆幸之色 排名前十的上位弟子 则纷纷看向赵简 眼神都露出一丝凝重和戒备 刚刚的战斗中 赵简明显没有使出全力 在下一轮比试中 绝不会干预现状 站在最左边的龙站一眼 也看了赵简一眼 目中金光一闪 不过下一刻 他便移开了目光 赵简挑战成功 给了其他人不小的信心 不等赤眉青年开口 当即便有另一人跳上擂台 却是一个百年老弟子 挑战一位排名靠后的上位弟子 此人有些实力 可惜对方的上位弟子 实力更强 几番激斗 这名百年老弟子 还是不敌败北 此人虽败 但是也没有像清长天二人那般 毫无还手之力 故而战斗刚刚结束 立刻便有一名新的挑战者登台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间过了大半个时辰 期间接连有七八个挑战者 依次登台 但是除了赵简 其他人无一例外 都以败北收场 败北之人 也都没有回到平台上 而是在擂台之下站定 石木默默站在人群之中 丝毫没有上台的打算 师兄 你不打算上台挑战吗 就在此刻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石木转手看去 他左手边连续两个人上台挑战 空出了一片 左边现出一个白衣少女的身影 却是江水水雌女 他此前注意力一直在前方 倒是没有发觉 江姑娘也不打算上场挑战吗 以阁下的实力 应该大有机会的 石木反问道 哼 石兄太看得起小女子了 我的实力如何能够和石兄你相提并论 江水水轻笑了一声 江姑娘不必过千 你在秘境中展现的实力 就是天位存在 也不敢轻视吧 石木如此说着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 那个在翻天棍静置中 出现的青年妖族江北岛来 对方也姓江 施展的秘书和江水水 也如出一辙 应是同族之人 莫非两者之间 莫非有什么关联 就在此刻 石木丹田之中 原本静止不动的翻天棍呼的移动 一股无形波动涌出 石木身体一将 眼神泛起迷蒙之色 与此同时 青蓝圣帝一处特殊空间之中 此处空间里 到处充斥着绿色光芒 一座白色宫殿 悬浮在半空 一 就在此刻 一声轻移从宫殿中传出 声音浩大无比 整个空间都随着这个声音震动了一下 下一刻 人影一花 一个被青色光芒笼罩的人影 出现杂宫殿上空 看不到里面之人的容貌 此人手指掐动 似乎在推算什么 扮赏之后 还是摇了摇头 石兄 石木身体一震 陡然清醒了过来 石兄 你刚刚怎么了 江水水神情疑惑地看着石木 问道 石木目光一宁 深深吸了口气 镇定心神 摇了摇头 道 没事 他心念翻滚 心中也是颇为疑惑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仿佛做了一场梦 但是梦醒之后 却什么也不记得了 他强自平静心情 神识内视 查看起丹田中的翻天棍 此棍此刻静静躺在丹田之中 没有丝毫异动 江水水深深看了石木一眼 开口道 那就好 石兄刚刚发呆 倒是漏掉了一场精彩至极的大战 什么 石木文言一正 第526章 再战廖永 江水水没有说话 抬手朝着前方某出一指 石木沿着他手指方向看去 微微一正 只见前方擂台的另一边 那些上位弟子 从左鼠起第十九位 已换了一个人 却是一个娇小的身影 正是子灵 刚刚石兄神游无碍的时候 子灵登台 向上位弟子第十九位的薛畅师兄 提出挑战 没想到他是一名实力强大的魂师 接连召唤了鼠头实力不俗的灵宠 逼得对方直接认输 他目前可是纪赵俭师兄之后 第二个挑战成功之人 江水水说道 石木眼神微微闪动 子灵此女确实有些古怪 看上去娇弱可人 但却是一体双魂 身上却隐藏着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上次在秘境之中也是这样 此女若是发挥出秘境中展现的数法实力 或是自然不奇怪 他心念翻滚 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他刚刚神是一个恍惚 竟然过了这么久 看石大哥的神情 似乎并不意外的样子 江水水看着石木 又说道 哪里 石某心中也颇为惊讶 没想到子灵姑娘 竟然有如此实力 石木笑道 哼 其实能够进入青蓝圣地的 本就没有无能之辈 能够进入大比第二轮的 更是各中翘楚 只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罢了 江水水说道 江姑娘说的是 石木点头道 两人谈话之际 擂台之上 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刺目红光闪过 一个人影被打飞了出去 狠狠撞在擂台附近的 青色光幕上 软软滑落了下来 却是一个红发壮汉 此刻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 石木眉梢一条 这红发 大汉他有些印象 也是此次108名挑战者中 排名前十的人物 竟然惨败至此 欧阳赫挑战失败 胜者昆鹏 赤眉青年 面无表情宣布结果 不自量炼 擂台上 一个长脸尖嘴的青年 轻蔑地冷哼一声 转身飞回了对面的平台上 擂台周围传来一阵 喧闹义润之声 但台上的挑战者们 则互望着 一时没有人再出去挑战 江姑娘当真不上去试试吗 石木看向江水水 问道 不必了 小女子还有些自知之明 这些尚未弟子实力强横 我就是上去挑战 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若是再修炼十年的话 或许还有些希望 江水水摇了摇头 神情平静地说道 石木点了点头 道 既如此 那石某先上去碰碰运气了 说着 他嘴唇微动 说了一句什么 随即身形一晃 飞身跃上了擂台 原本喧闹的擂台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望向台上的石木 在下石木 挑战第三十七位的廖勇 石木语气平静地说道 这人竟也学着赵师兄 挑战排名如此靠前的上位弟子 莫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 嘿嘿 有好戏看了 这人有些面生 看来也是个新弟子吧 廖勇师兄 一身阴阳魔宫 已至第三层 巅峰了吧 现在的新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此言一出 擂台之下 立刻爆发出一阵 嗡嗡议论声 甚至有不少人 发出吃笑声 毕竟除了赵简和紫灵二人 其他弟子挑战的对象 都是五十名之后的上位弟子 挑战五十名之内的人 石木是第三个 江水水看着石木的身影 美眸闪过一丝异色 上位弟子这一边 紫灵则是一脸笑盈盈地望着石木 上位弟子中 第三十七位的廖勇 脸上争鸣之色一闪 身上浮现出道道黑白两色的电弧 他身影骤然消失 下一刻默然出现在擂台之上 雷顿 擂台之下 众人目光纷纷转向廖勇 不少人发出一阵惊叹的声音 石木望着面前石杖开外出的廖勇 面色平静依旧 没有泛起一丝波澜 挑战我 好的很 上次的杖 正好在这次一起清算了 廖勇冷笑一声道 石木洒然一笑 没有说话 擂台不远处 马龙身躯一阵 转身朝着赌局地方走去 怎么 石头刚刚传讯给你了 马龙肩膀上 采尔说道 是的 马龙点头说道 赌桌之上 石木挑战廖勇的赌局已经开始 石木赔率颇高 一开始便达到了一赔五 廖勇则为四赔一 这群人真是没眼光 采尔痴笑了一声 马龙取出了石木交给他的那个布袋 听了采尔此话 眼眸微闪 下一刻 他一咬牙 挥手又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 取出了一个袋子 一百枚极品零食 压石木上 马龙一抖两个布袋 一大片极品零食 滚落在了赌桌上 石木给他的袋子里 有六十块极品零食 另外四十块极品零食 是马龙自己目前所有的积蓄 赌桌附近的人 想起一阵诧异惊呼 这里的赌徒虽然多 但一次大兜 也就是三块五块的极品零食 一次压上一百极品零食的 还是十分少见的 赌桌后面 端木光深深看了马龙一眼 挥手将桌上的零食收走 取出一个白色玉签 递给了马龙 马龙接了过来 转身朝着擂台走去 神情有些忐忑 擂台之上 石木和廖勇 已经开始动手 廖勇一上来 便在周围方圆十丈范围内 召唤出大片黑白雾气 从中射出一道道 手臂粗大的黑白闪电 朝着石木劈头盖脸的击去 每一道雷电都金光闪烁 威力极大 远在上一次 在冰窟之外施展时的威力 锁过之处 虚空为之颤抖 石木身形极快 辗转腾膜间 在黑白雷电中穿梭躲避 眨眼间 这些黑白闪电 组成了一张巨大雷网 几乎笼罩了擂台所有的空间 使得石木躲避的空间越来越小 上次一部留神让你给跑了 这次你自寻死路 莫非也准备一直躲下去吗 廖勇眼中浮现出猙獰之色 石木身形一晃 躲过了数道黑白雷电的袭击 但紧接着周围雷鸣声大作 却是那黑白色雷网飞快搜索 想要将其夹在中间 他身上赤光大放下 身后的赤圆法箱一闪而现 大口一张 喷出一大片精纯无比的火云 正是混元真火 和黑白雷网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虚空剧烈颤抖 一连串的巨大雷鸣之声响起 黑白雷网威力明显在赤色火云之上 但是无论其如何电光闪烁 但是始终无法击溃混元真火形成的火云 怎么可能 廖勇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石木冷冷一笑 这黑白闪电威力虽大 但是其中雷电中掺杂了一种阴晦能量 这才形成了这种奇特的黑白色闪电 而混元真火 克制一切阴煞属性的真气 就算威力略小 也足以支撑黑白闪电的攻击 他此前在雪地遭遇此人后 回去便想到了此种方法 如今一事 果然与所料一致 他身上赤红火光一阵 整个身体被赤色火焰笼罩 下一刻他身体化为一道红光 赫然融入了混元真火之中 赤色火云光芒陡然大放 已经猛然爆裂开来 黑白雷网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一道赤色火柱从中飞射而出 朝着廖勇飞射而出 一闪便到了其身前 火光之中人影一花 石木的身影在半空中浮下而出 手中不知何时已多出一根黑色长棍 火盾 廖勇脸色一变 苍蝇盖顶 石木手臂一动 手中黑色长棍光芒大放 一闪化为一根粗大黑色巨棒 朝着廖勇当头打下 廖勇脸色大变 他只觉周围天地元气翻滚 空气仿佛瞬间化为了海中波涛一般 甚至连周围的空间都随着黑色巨棒 朝着他压迫了过来 比起当日在冰窟门口 棍伐所蕴含的威力强大了数倍 怎么可能 廖勇心中大吼一声 身上雷电光芒大放 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融入了雷电之中 黑白雷电中浮现出一缕血芒 下一刻他的身影消失无踪 石木见此 冷笑一声 双目骤然间金光大放 朝着周围飞快一扫 他眼神一凝 手臂豁然一翻 黑色巨棒陡然一转方向 由下杂变为横击 朝着左侧虚空打去 威势竟然丝毫不减 左侧虚空中雷光一闪 廖勇身影浮现出 他身影刚刚出现 一根黑色巨棒便到了他身前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黑色巨棒便砰的一声 狠狠击打在了廖勇身上 廖勇体表护体光幕一触即溃 身体立刻仿佛稻草人一般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了擂台一侧的青色光幕上 并弹落回来 重重落地 口中鲜血 仿佛流水一般涌出 你 你上次隐藏了实力 廖勇翻身站了起来 口中艰难地说道 石目翻身落地 看着廖勇 没有出言回答 上次在冰窟之外交手的时候 他确实并非施展实力 毕竟先是在冰窟之中抵御严寒 而后又和那天卫兵珠激战一场 体内真气大损 加上他不愿动用玄公之力 这才无奈顿走 他身形一晃 朝着廖勇飞奔而去 手中黑棍表面 泛起一层赤色烈焰 凶威滔天 哼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廖某人不客气了 廖勇眼中露出一丝决绝 一挥手 身前拨动一起 凭空多出了七柄血色飞刀 一字排开 刀面散发出一股妖异的血光 他口中念念有词 双手飞快连点了七下 七柄血色飞刀光芒闪烁 下一刻居然刺入他的身体手腕 小腹 夜窝等七个部位 直至眉柄 第527章 名声剑起 当第七柄飞刀 一闪即逝的 没如廖勇体内后 其半黑半白的脸孔一阵扭曲 身躯各处一阵鼓胀起伏 并传出一阵 令人牙齿发酸的咔咔之声 身后刷的一声 长出一黑一白两根羽翼 同时其体表黑白闪电大放 一股血色闪电也随之浮下而出 和黑白闪电交织在了一起 三色闪电交织闪烁 雷光大放 滚滚翻涌 顷刻间将廖勇的身体 淹没在了里面 凝聚成一头十余丈大小的 雷电剧情 形似传说中的上古雷兽 雷鹏 只是这雷鹏身躯部分是血色 双翼则是一黑一白 齐方一成形 口中发出一声刺耳尖鸣 朝着石木飞扑而去 这过程说来复杂 其实也就只有短短一瞬而已 廖勇便化身一头巨大雷鹏 一黑一白两只巨大雷电之爪 朝着迎面冲来的石木 狠狠当头抓下 石木身处半空 瞳孔微微一缩 脸上却没有丝毫畏惧 他身上金光大放 周身被精灵覆盖 瞬间完成了图腾变身 手中如翼棒光芒再次大放 手臂一阵疯狂舞动起来 顿时只见 漫天遍布黑红两色残影 灵蛇出洞 圆柔攀岩 苍鹰盖顶 倦鸟之反 一道道气势滔天的巨大黑色棒影 在赤色烈焰的裹鞋下 出现在石木深周 通天十八棍的前八十中的四世 被他的一个瞬间 尽数施展了一遍 这一瞬 石木体内真气流动 比平时快了整整三四倍 但是非但没有任何痛楚之感 反而感到一阵极为痛快的 酣畅淋漓之意 四世棍法杀招融为一体 凝聚成一片 被赤焰包裹的巨大黑云 却是由无数根黑色棒影组成 和黑白红三色的雷蓬剧情 撞在了一起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半空中爆发出一股剧烈波动 一道道气静疯狂般地向四周狂卷而去 同时一道道颜色博杂的飓风冲天而起 整个擂台连同笼罩的青色光幕 也随之一阵颤抖 上面赫然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似乎便要崩溃 半空之中 那个赤眉青年脸色一变 翻手取出一面青色令旗 猛然挥舞 一道道青色光柱 从令旗上飞出 纷纷融入了光幕各处 这才使之稳定下来 光幕之中 密密麻麻的黑色棒影 和三色闪电仍在交织闪烁 将石木和廖勇二人的 身影烟没在了里面 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只能感觉到 一阵阵恐怖波动 擂台附近众人见此一幕 纷纷露出目瞪口呆之色 擂台两侧的弟子们 脸色各异 高台上的几位护发脸上 也露出几分凝重之色 片刻之后 电光黑芒消散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情形 石木半跪在地上 手中扶着如意棒 看起来颇为狼狈 身上衣衫破损 大口喘息着 而在其对面 廖勇半身赤裸地躺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已经陷入了昏迷 现场寂静了半晌 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 但也夹杂着一些怒骂声 此起彼伏 挑战者这一方的众弟子 脸色大喜 石木虽然打得辛苦 双方两败俱伤 但是总算是赢了 江水水看了石木一眼 美眸闪动了几下 不知在想些什么 上位弟子这一边 不少人的目光 其聚石木身上 脸色各异 虽然石木此前不险山不露水 但这一战 却算是一鸣惊人 从此不少人的脑海中 便算是多了石木这好人物 子凌依旧一副笑盈盈的样子 似乎对于石木的获胜并未感到意外 赵检脸色默然地看了石木一眼 但很快一开了目光 擂台之下 马龙长呼了一口气 而后双拳钻井 发出一声欢呼 赢了 哼 紧张个什么劲 石头怎么可能输给这种人 真是大惊小怪 财儿在马龙肩头调整了一下站姿 一挺胸 傲然的 石木挑战廖勇成功 擂台之上 赤眉青年飞身落下 检查了一下廖勇 然后站起身来宣布结果 石木身体晃动两下 勉强站了起来 朝着赤眉青年行了一礼 而后缓步走到擂台另一边的平台上 原本廖勇所站的位置 站定身形 他对周围投来的目光视若无睹 自顾自地盘膝坐了下来 取出一枚丹药服下 身上亮起一阵红光 似乎在运功疗伤 石木眼皮低垂 眼中不易觉察地闪过一丝脚霞 他身上伤势 其实并不如何重 不过他另有计划 他用眼角欲光瞥了赌局那里看了一眼 随后眼皮一合 彻底闭上了眼睛 赌局那里 此刻却是一片哀声叹气 骂骂咧咧的声音 不过 也有少数人面露喜色 马龙便是其中之一 此刻的他 笑得合不拢嘴 他压了一百几瓶零食 除了石木的六十万 他自己 便足足净赚了两百几瓶零食 感受着周围人投来的羡慕目光 此女心中 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久违感觉 说起来 他在自己所在的家族 也算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从小到大 修炼之旅一片坦途 饱受艳羡目光 十年前更是通过族中选拔 带领一杆族中年轻子弟 来到东圣星 参加青蓝圣帝的入门试炼 结果出发时的愁愁满志 在试炼中 却遭受了无情践踏 除了他侥幸入选外 其余人无意成功 甚至还有 数人在试炼中陨落 虽然他这十年中 日夜不停地努力修炼 但由于 此前排名的落后 得到的修炼资源 也是极为有限 在大比中表现 也是差强人意 仅是勉强留在了圣地 但如今却不同了 一旦自己有了这么多极品灵石 不仅可以去圣典阁 选择一门自己 心仪已久的地阶五纪 更可去仙药斋 换取一些珍稀丹药 突破卡了许久的瓶颈 一念及此 他美眸一转 朝着不远处擂台上 正盘膝而坐的 那个人影一眼 哈哈 恭喜这位仙子了 真是有眼光 诸位下一场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次可要压转了 赌捉后的端木光 一脸眉开眼笑 挥手取出了一大袋零石 递给了马龙 相比较于 他从压料永银的弟子手中 赚取的零石而言 赔付给马龙的这些 自然就微不足道了 多谢端木前辈 马龙接过零石 神石一扫 正好是五百级品零石 挥手将其收了起来 石木通过彩儿的视野 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嘴角露出一丝 不易觉察的笑意 赤眉青年 让人将昏迷的料永 抬了下去后 笔试继续进行了下去 石木的获胜 再次激励了挑战者众人 其后又有石树人上台挑战 其中有老弟子 也有巫师兄弟等新入门弟子 可惜 除了两名老弟子 侥幸挑战成功外 其余人都已落败收场 第二轮笔试断断续续 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直至终于没有人在上台 笔试才在赤眉青年队的宣布下结束 挑战者中 约莫有半数入场提出挑战 但最终仅有五人获胜 不过老弟子只有两人 且都位列八十名朝外 新弟子中却有赵俭 子灵 石木三人获胜 结果可谓大出所有人意料 石木大名 也至此渐渐流传看来 不过他的表现 远不如赵俭和子灵 风头自然被前二人所盖过 第二轮笔舞结束之后 足足修整了三日 第三轮笔试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轮的笔试当中 108名尚未弟子之间的排序 将发生变化 直接影响到 其正在黄街区域的地位 以及圣地的修炼资源 故而这一轮的笔试也最为激烈 这日一大早 青篮榜下 青色巨型擂台附近 就被前来观看比赛的人群 围了个水泄不通 石木刚从玄灵梯中走出 就化身一道青光 落在了青色擂台外围 石头 今天可比几天前 还要热闹许多啊 彩儿一见 眼前人头攒动 兴奋叫道 大笔最后一场了 自然热闹 看来今日免不了几场恶战了 石木说话间 感受到树道目光 在自己身上群寻 反正石头你实力在那摆着呢 敢有人来挑战你 你来一个打一个就好了吗 彩儿满不在乎地说道 石大哥 就在这时 一个清脆女生传来 一回身 就看到一席火红衣衫的马龙 冲他挥了挥手 朝这边走来 马姑娘 你来了 石木道 石大哥 前些日子 你赚取的零食 还在我这里 马龙刚一走到石木身边 就压低声音说道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石木白白手打断了 无妨 你先拿着 今日 或许还要劳烦马姑娘了 石木充其温和一笑 说道 马姐姐 你和石大哥 在说什么悄悄话呢 马龙还没来得及答话 就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 在身侧响起 他转头去看 就见紫灵正背着双手 一脸笑盈盈地朝他们走来 哪有什么悄悄话 不过是问石大哥 有没有见到你 马龙脸色微红 有些不自然的小声说道 不知紫灵姑娘准备得如何 可有决定挑战对象了 石木问道 我吗 还没想好要不要挑战别人 倒是石大哥你 有什么打算 就没想要冲进前十 那前十的奖励 可是颇为丰厚呀 紫灵睁着大眼 看向石木 反问道 第五百二十八掌 装模作样 紫姑娘太过抬举石某了 我只求不要被别人 拉出前五十命就好了 石木说道 紫灵闻言 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 天空之中突然响起 隆隆声响 石树道亮光 从远处骤然飞至 落在了青涩石台之上 光芒脸去 出现在台上的 正是之前出现的三名护法 只是在三人身边 还多了另外两人 而后 此前那位赤梅青年 便再次来到了台前 目光扫视了一眼 擂台周围 朗声说道 第三轮排位赛 石身已到 所有上位弟子 即刻登台 说着 擂台左侧 一道青色光幕 漠然亮起 隔出了一块开阔区域 彩儿继续拜托你了 石目闻声 对马龙说道 石大哥放心比武就是 其他的交给我便好 马龙点点头 小声说道 彩儿这次没有迟疑 便从石目尖头飞起 落在了马龙的肩上 石目与子灵对视一眼 两人便一起跃身而起 随着其余人 一道飞到了 擂台左侧区域之上 而在其身旁 一道道身影 也纷纷落下 按照排名次序 自左向右并列排开 石目站在第37位的位置上 他左侧是一名 体型壮瘦的 恶伪妖族男子 右侧则是一位 身材妖娆火辣的 赤发红夫女子 本轮比试规则 我就不再追溯了 机会只有一次 请自行决定 最后再提醒一点 同一人最多 可接受三次不连续挑战 你等可都明白了 赤眉青年朗声问道 是 众人齐声答道 好 现在我宣布 排位挑战赛正式开始 赤眉青年宣布道 他的话音刚落 上位弟子对列右侧 便出现一阵混乱 与第二轮比试之初的 沉默情景截然相反 此时竟同时有数道 身影争先从对列中踏出 弟子陈泽牧 排名第69位 想象排名第37位的 石师弟讨教一二 只见一个体型瘦长 肌肤表面长满木纹的青年 从对列中快速跨步而出 对着赤眉青年 一拱手说道 此话一出 跟他一同出列的几人 脸上一阵懊恼 叹气几声 纷纷退了回去 开局了 开局了 擂台上刚亦有人发出挑战 在台下不远处的赌桌上 那端木光便 立即拉开了赌局 并且呼啦一声围满了人 石木便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走到擂台中央 与那名叫陈泽牧的老弟子 相对而立 他目光微明 上下打亮了一番眼前之人 随后嘴角微微 勾起一个弧度 赌桌前 马龙目光从擂台上收回 一转地投向了赌桌之上 抓紧时间下注 陈泽牧对阵石木 陈泽牧三赔一 石木一赔四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端木光大声喊道 我买陈泽牧胜 我押陈泽牧 我也买陈泽牧胜 堵桌这边 参赌的人几乎一边倒地 选择买陈泽牧胜 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 三天前的那场比试 廖勇明显是太过轻敌 这才不慎输给了石木 并且石木不经手段进出 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恐怕这三天下来 都未必彻底恢复过来 实力必然大打折扣 当然 也有少数人 想要以小博大 投了几颗极品零食过来以外 几乎没有几个人 相信石木能赢 我押石木上 就在这时 马龙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说吧 其便把一大包极品零食 放在了堵桌上 其声音不大 甚至有些怯生生的 不少人一惊 一个面貌猥琐的中年弟子 见马龙姿色颇佳 以为其不懂赌博 便出言提醒道 这位姑娘 可别看那石木赔绿 高就往他那边压宝 他前些日子 虽侥幸剩了料勇 但毕竟是个新入门弟子 比不得这些在圣地中 修炼多年的老弟子 要说胜算 他可真没占多少 马龙听罢 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子 冲着堵桌上一伸手 又扔出了一小袋极品零食 这些也压石木赔 马龙说道 这一次声音抬高了几分 似乎是鼓足了勇气 打算全力一搏 之前那大包零食 是石木的360几品零食 而现在这小袋零食 则是马龙的全部积蓄 240几品零食 此刻全都被他压了上去 好了 买定离手 对战已经开始 停止下主 停止下主了 端目光笑眯眯地看了马龙一眼 而后一开目光 嚷嚷道 那名猥琐中年弟子 像看白痴一样看向马龙 后者却全然没有搭理他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擂台上 石木 蓝海星人 人足 石木说道 陈泽木 木七星 青木妖族 陈泽木回道 石木单手前身 做出一个请的姿势 陈泽木见此 一脸凝重 丝毫不敢有轻敌之色 但见其双手身前一合 身上漠然清光大亮 一棵树十树丈高的青色巨树法 像便拔地而起 出现在其背后 只见其单手一挥 那巨树上垂下的数十条青色藤蔓 便在清光包裹下高高扬起 继而如同一排标枪一般 朝着石木直直击射而来 速度快地惊人 破空声大作 石木见此 足坚轻轻一点地 整个人顿时倒飞出去 砰砰一连串声响 其刚才站立的地方 扬起一阵烟尘 数十根青色藤蔓 已然全部扎进了石台地面上 石木翻身落下 手中不知何时 已将如一兵铁棍紧握于手中 陈则木见状 两手同时上举 继而猛地向下一挥 那巨树法箱上青光一亮 旗主干上数百条壁粗细的藤蔓 就如同一头乱发一般 冲天竖起 继而又骤然暴射向石木 石木脚下步伐不断变换 接连躲避那些藤蔓 然而那些藤蔓 却如同肤骨之躯一般 紧追不舍 砰砰砰砰砰 一连串尖锐的声音响起 石木背后追过来的藤蔓 一根根地定入了石台上 片刻之间 便在石台上 形成了一道藤蔓牢笼 使得契可活动范围越来越小 到最后 几乎被困在了一方 不足三丈的区域内 石石殿 别白费力气了 你是逃不出我的青木藤牢笼的 陈则木目光一闪 颇为自信地说道 抱歉 在下别的没有 就徒有几分蛮力 石木说道 说吧 其长棍一挥 便猛然砸向那些青藤 砰 长棍直刻而上 石木只觉手臂一麻 却见那青藤上 只是出现一道裂痕 竟未完全断裂开来 既然如此执迷不悟 那便接招吧 陈则木大喝一声 只见其身上青光更盛 皮肤上的木质纹路 也变得更加清晰 那巨树法箱上 便有数十道青藤 相互纠结缠绕在一起 化为了一杆粗壮无比的藤蔓长枪 表面青光流转 看起来气势害人 陈则木单手在胸前一握 那杆粗壮的藤蔓长枪 便如同油龙一般蜿蜒而起 转瞬间便来到牢笼上方 尖端朝下悬在了石木头顶 石木见状 却浑然不拒 只是将如意冰铁棍 收在身前 一左一右地轮转起来 石石殿 我这一枪 有崩石开山之力 我再问你一次 确定不认输吗 陈则木自觉胜券在握 为了显得自己大度 便再度开口问道 石木却没有答话 而是宁神专注地 舞动着自己手中的长棍 呼呼 空气之中突然响起 阵阵呼啸之声 那声音便如同猛兽 低吼一般 压抑而低哑 而伴随着石木 轮棍的速度加快 他的身边便凝聚出了 一团团肉眼可见的 白色气流 那一团团气流的形状 看起来 就如同一只只 低伏着身子的猛兽 这时 陈则木也发觉 石木这边有些不对 紧握的那只拳头连忙 冲着地面砸下 伴随着他的动作 刚才悬停在 石木头顶上的 那杆粗壮藤蔓长枪 也带着一股 剧烈旋转的青色气流 朝着石木悍然砸下 就在此时 石木双目金光一闪 竟全然不顾头上 那杆藤蔓长枪 握棍的双手 朝着陈则木的方向 如垫般砸下 胡四书侠 哄 得一声巨响 石木的如意冰铁棍 率先砸入地面 便有无数烟尘碎石 激射而起 只见原先 被石木压制住的 那一团团白色气流 像是骤然挣脱了束缚一般 化为了一头头 白色猛虎和犀牛 朝着陈则木的方向 猛然冲去 由于那白色气流 汇成的猛虎和犀牛 速度极快 并能从前方的 青藤牢笼的间隙中穿过 擂台下方的众人 只见一股白色洪流 从台上一闪即逝 静止撞向了陈则木 陈则木大惊之下 只来得及催动 巨树法香挡在身前 哄 只见青色巨树轰然溃散 陈则木瘦长的身影 便如铜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从当中抛飞而出 衰落在了石台之上 与此同时 原本气势如虹刺下的 那杆粗壮藤蔓长枪 也随着陈则木的倒下 而在距离石木不足三尺距离处 轰然溃散 半空中 作为裁判的赤眉青年 身形几个闪动 落在陈则木身旁 探查了一番后 发觉岂止是昏厥了过去 伤势并不太严重 而石木则将手上的黑色长棍 骤然一收 便做一根小小牙签 吞入口中 随后弯腰重重咳嗽起来 一副真气及体力消耗剧烈的样子 而后大松了口气般 缓步走回上位弟子的队列中 若是采儿此刻在这里 一定会嘲笑石木 那复印装出来的艰难取胜模样 可在外人看起来 刚才石木的确像是拼尽全力 才使出了那招虎四出狭 并在陈则木放松警惕下 这才取巧勉强击败了对方 甚至擂台周围 有不少人发出了嗤之以鼻的嘘声 第529章 端倪 石木胜 陈则木挑战失败 赤眉青年当即宣布道 擂台之下 顿时传来一阵骚动 而在堵捉那边 更是一片哗然 不少压了陈则木的人 脸色呆滞 长街短叹 悔恨自己的选择 原本还在对马龙下注 接探不已的猥琐男子 更是输了个底朝天 看着马龙大把大把地 将极品零食揽入袋中 回得肠子都轻了 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 彩儿身形轻盈地 从马龙左肩跳到右肩 又从右肩跳回左肩 眼珠子盯着那一颗颗 灵力饱满的零食 双目几乎都要冒出光来 马龙此番下注 石木的极品零食 一下子暴涨至1800枚 其自己也着实大赚了一笔 看着袋中数量过千的 极品零食 心情大好 看着彩儿这副模样 此女微微一笑 从自己的袋子中 取出一颗极品零食 递给了彩儿 哇 马姐姐 你最美了 彩儿见此 连忙一口闲注 头颅往上一扬 三两下就将那块 极品零食给吞了下去 还打了一个宝格 双目顿时灵光一闪 这一幕 自然让周围围观之人 瞠目结舌 这可是极品零食 竟然就这么赏赐给了一只灵宠 简直是暴殿天物 彩儿嘴巴真甜 再给你一颗 马龙却颇为享受 这种灰晶如土的感觉 嘴角微翘 又抛了一枚零食给彩儿后 而后开始传音给石木 石大哥 刚刚那局 你的赔率是一比四 这会儿你的零食数量 已经接近两千了 有劳了 石木传音回道 虽然他此刻声音平静如稀 但心中却是狂喜不已 这么多的极品零食 绝对算是一笔巨幅 足可兑换近两千的玄灵点 可以让其接下来十年 在圣地尽情挥霍一番了 与此同时 擂台表面已经被重新修整 陈泽木也早已被抬下去接受治疗 赤眉青年扫射了众人一眼 继而开口说道 接下来 可还有人要发起挑战 场间沉默了一阵 便有一个投身牛角的球然大汉 从队列某处走出 走至擂台中央 弟子霍顿排名第51位 想挑战排名第49位的吕师弟 球然大汉说道 只见与他紧隔一人的位置 一个体型消瘦 面容苍白俊秀的青衣男子 阴声走出 两人依照规矩 互报了姓名种族之后 便各自使出法相 逗了起来 那球然大汉的法相 乃是一头三丈余高的赤甲火牛 其鼻息之中 能喷出一股股灼灼烈焰 威势惊人 而那俊秀男子的 法相却是一只高颈丈许的六尾青狐 其六条狐尾上各付神光 看起来颇为奇异灵敏 两人一刚一柔 你来我往的打了数个回合 最终还是那俊秀男子 技高一筹 凭借六条狐尾的轮转束缚之能 生生将球然大汉 耗得筋疲力竭 随后施展六尾合一的一击 将其扫落至擂台之下 这一局胜过之后 并未停歇多久 甚至擂台下的观众 还没从之前的战斗中缓过神来 新的一场战斗便又打响了 就在石目右侧 一名体态妖娆 肌肤赤红的女子 扭动着妖枝从队列中走出来 在擂台中央站定后 回过身冲着紫灵方向轻轻一指 开口道 弟子苏柔 排名第38位 挑战第19位的紫灵师妹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纷纷一转地 落在一个娇小身影身上 那娇小身影正是紫灵 其丝毫意外之色没有 依旧一脸笑盈盈地 从队列中走了出来 在苏柔面前站定身形 苏柔赤灵星 于妖族 赤夫女子 嫣然一笑说道 紫灵 来自都灵星 人族 紫灵说道 紫灵妹妹 别怪姐姐挑你下手 实在是那拾目指 高我一位 即便赢了 也甚为无趣 而那些老弟子 又竟是些臭男人 只有你让姐姐忠意 你放心 姐姐会温柔点的 苏柔眼嘴咯咯一笑 轻声说道 其一瓶一笑中 都带了些天然魅意 饶使紫灵这样一个小姑娘 看着她 也忍不住脸颊上 飞起两道红侠 苏姐姐客气了 请出手吧 紫灵嫣然一笑道 好 妹妹 你可要小心了 苏柔这般说着 身上红光骤亮 一尾仗许长的 红灵锦里法相变 出现在她身后 紫灵收起笑容 周身紫光流转 双手交叉于身前 摆出一副防御驾驶 苏柔两道先先束手 向前轻柔一挥 其背后的红灵锦里 便光芒一闪 从中奋出两条 一模一样的红色锦里虚影 那两尾红色锦里虚影 刚一出现 便上下游动着 从苏柔身边掠过 朝着紫灵袭来 在半空中留下两道赤色痕迹 紫灵一双交叉的手掌一搓 再一分 紫芒一亮下 一柄紫气腾腾的短刃 便出现在其手中 只见她单手握着短刃 骤然往身前一挥 吃拉几声 七八道仗许长的 弯月形紫色光刃 便突然抱舍而出 携带着滚滚紫气 朝着那两尾锦里虚影 横批而去 而那两尾红色锦里虚影 却是不闪不闭 与那些紫色光刃 撞了个满怀 只听扑扑一连串轻响 那两尾红色锦里虚影 竟在紫色光刃攻击下 光芒一脸地溃散而开 紫灵似乎没想到 那锦里如此不堪 微微一愣 苏柔面露一丝惊黄 在那些紫色光刃批到前 身形一晃 显之又显地避了过去 轰 紫色光刃当即将其 原本所占出的地面 劈得碎石乱飞 苏柔一边挥舞着衣袖 隔开乱石 一边足尖点地朝后退去 就在紫灵掐动法掘 想要继续施展其他攻击之时 一边突生 其脚下突然生出一阵异样波动 她低头一看 就见一圈圈红色波纹 正在从她的脚下升起 紧接着 呼拉一声 一尾仗许长的红色锦里虚影 便从中猛然窜出 一下子将紫灵撞击到了半空之中 紫灵还来不及稳住身形 就见半空之中 竟也亮起了一圈圈红色波纹 另一尾红色锦里虚影 便从中探出半个头来 大口一张 猛然朝紫灵吐出一道水桶 粗细的红色光柱 轰得一声巨响 紫灵的身躯 便在红光的冲击下 重重砸落在了地面上 两尾锦里虚影上下游窜 朝中间喷出一道道红色光柱 一时间擂台上红光四射 烟尘四起 擂台周围 众人视线都被遮蔽 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不过由于紫灵模样娇俏可人 倒是让不少人 难得地生出几分怜悯之情 这小丫头 这一下恐怕是不行了 苏柔这小妮子 看起来娇娇柔柔的 这手段可毒辣着呢 哎 毕竟是新人 和那些老弟子相比 还是太嫩了些 拾目望着擂台方向的 滚滚烟尘 一脸平静 哼哼 苏柔姐姐 真是好装的手呀 就在此时 烟尘红光之中 突然传来了紫灵银银般的轻笑声 让围观众人微微一正 紧接着 一圈紫色光环 以惊人速度 从中扩散开 那两尾 紫里虚影稍一触及 便犹如融化了一般 溃散消失了 烟尘消散 紫灵身形浮泻出 拾目看着紫灵琥珀色的双瞳 双目微微眯起 用只能自己听见的声音 喃喃了一句道 紫河 只见紫灵周身紫光一闪 一股滔天气势释放开来 直接将周围的烟尘吹散 观赛众人就看到 在紫灵脑后 一轮紫色的圆月虚影 清晰可见 满月术诗 呵呵 有点意思 苏柔先是一正 继而轻笑着道 高台之上 荷花仙子望着擂台上的紫灵 秀眉微微一动 轻声念叨了一句 一体双魂 擂台上 紫灵身体悠然飘浮 悬停在半空 双手在身前一阵交错 掐出几个繁复的法觉 但见其脑后 那轮源月虚影 漠然溃散 化为无数紫色月华 会入其指端 接着单手向前一指 一道臂粗细的紫色光剑 便暴射而出 静直朝苏柔 胸口袭来 那紫色光剑所过之处 周围空间扭曲不已 一股强大的撕扯之力 在剑身周围 形成了一道紫色漩涡 将地面上的碎石 尽数裹净其中 苏柔见状 双目闪过一丝凝重 连忙双手回撤 其身后法相中 再次窜出两尾红色井里 一左一右 朝那团光剑漩涡冲去 然而 那两尾红鱼方 一靠近漩涡 便猛然一致 继而便在一股 巨力的撕扯之下 化为一团模糊的红光 眨眼间 便被那漩涡吞没 看到这一幕 苏柔大惊 双手在胸前 快速掐动起来 就见其身后的那尾 红鱼法相 骤然间光芒大亮 锯口一张 一道犹如实质般的 粗壮红光 便从中暴射而出 迎向了紫色光剑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半空之中的红光 骤然炸裂成了碎片 而那道紫色光剑周围的漩涡 也随之溃散开来 而碧粗的剑身缩小数倍 变得只如拇指一般了 然而 那拇指粗细的光剑 速度却是分毫未减 嗖的一声 便射入了苏柔肩膀 瞬间从她的身后 面色苍白 擂台周围众人 看着场上局势 转瞬间大变 一时还未反应过来 甚至都忘记了出声呼吓 石目目光一扫 看着紫灵 也从半空之上 缓缓落下 就在这时 她的脑海里 却突然响起了 马龙的声音 石大哥 刚才我在堵桌附近 看到了之前 跟你搭讪过的一位师兄 好像叫赵什么雷 哦 赵晨雷吧 他怎么了 石目眉头一挑 问道 我听到他似乎召集了一批人 让他们一会全部买你书 你小心一些 马龙说道 第五百三十章 真火真闲 我知道了 一会儿若有人挑战 你继续 将我的那份零石压上吧 石目回道 全部吗 全部 好 我明白了 马龙回道 片刻之后 擂台上方 赤眉青年的声音再度响起 诸位弟子 可还有人提出挑战 话音刚落 一个一个投生兼儿 面有黑文的瘦高青年 立即从队伍中闪身而出 落在了擂台中央 朗声说道 弟子呆驼 排名第四十三位 向第三十七位的石目师弟讨教 石目一听这话 神色从容地从对列中走出 来到那瘦高青年面前 心中微微一动 面前这人虽然气息内敛 但却是个识打识的天位出气舞者 两人互报了姓名后 石目才知道 这名叫呆驼的瘦高青年 与清长天一样 来自黑月星 石目在万法阁接取任务时 曾无意间看到过关于 这黑月星的介绍 据说这星球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绝大部分区域 终年无光照覆盖 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片漆黑环境下 在此星球上的武者修炼的功法武技 也大多偏阴暗 被迷阳星域一些暗杀组织所侵赖 嘿嘿 石目是吧 听说你这个心入门弟子 可不太懂规矩啊 呆驼一挑眉 压低声音说道 不知阁下说的是什么规矩 石目问道 明知故问 所谓欠账还钱 天经地义 你瞎管闲事 出了别人的眉头 算不算坏了规矩 呆驼说道 哦 那你要如何 石目道 当然是受人所托 来教教你规矩了 呆驼说道 说完了 石目撒然一笑道 找死 呆驼咧嘴冷笑一声 双手虚空一握 手心中便多出两柄龙形短笔 与此同时 其脸部黑纹一闪 体表浮现出一层青色光芒 石目目光一宁 就看到这层青光之中 隐隐有一道暗青色龙影 正在蜿蜒游动 他将如意冰铁棍紧握在手中 周身红光隐隐 目光盯着对方的举动 没有动弹 前龙诀 呆驼大步向前一跨 两柄短笔表面青光一闪 便骤然向前刺出 其身上那道暗青色的龙影 就漠然一分为二地 从其双臂之中窜出 蜿蜒而上 静止从两柄龙形短笔 尖端龙手位置 抱射而出 哦 那两道暗青色龙影 一声长嚎 便蜿蜒扭动着 冲向石木 石木双目一凝 双臂转动 手中长棍飞快一脚 牵动着一股白色气流 在半空之中 画出一道水缸粗细的白色龙卷风 接着骤然收棍 向前跨出一步 长棍猛然向前捅去 灵蛇出动 那道翻滚不息的白色龙卷风 随着石木一声低喝 如同一道白色蛟龙一般 从长棍顶端喷泊出 静止与那两道暗青色龙影 对撞在了一起 哄 一道暴响过后 龙卷风与龙影几乎同时溃散开来 清白两色光芒大放 烟尘四散 瞬间弥漫整座擂台 搜 一道火影从烟尘中窜出 向着呆驼直冲过去 速度惊人 呆驼见状 身形一个模糊下 带着一连串残影 退步后撤 然而令其诧异的是 其引以为傲的速度 与那道火影比起来 竟无丝毫优势 眨眼便被追了上来 泰山压顶 火影之中 石墓背后火影猛的一扇 手中如一冰铁棍一晃下 就密密麻麻的棍影 如小山般幻化而出 劈头盖脸地 朝呆驼头顶砸下 呆驼眼见躲避不及 双手龙形短笔 漠然交叉着往上一迎 生龙诀 两道暗青色龙影缠绕上 迎向了如山般的棍影 蒸蒸一阵金石撞击之声 传荡开来 呆驼看似通过一对龙形短笔 将漫天棍影悉数接了下来 但双足地面碎裂 身形以肉眼可见 速度矮下去 石石垫 好大的力道 呆驼突然抬起头来 怪笑了几声 石目目光一凝 发现此刻的呆驼双目血红 整张脸不知何时 都已被黑色暗纹所占据 包括其右半侧身躯上 裸露出来的肌肤 此刻也已经诡异地 转为了漆黑之色 其心中微微一领 下一刻如意长棍下方突然一空 棍身下的呆驼 便已经失去了踪影 紧接着 砰的一声 右肋处传来一股巨大力尽 不知何时 呆驼近鬼魅般出现在了石目身后 鞭腿横扫而至地 重重踢在他肋下 将其打得翻滚着跌了出去 石目闷哼一声 肋下几块精灵碎裂 身形在半空中一个亮呆 才堪堪止住了下落之势 可不等他稳住身形 就感到耳边一阵风声响起 两道鼻影便一上一下地 朝着他的头颅和腿部刺来 石目急忙将双臂一收 将如意棍挡在了身边 当当两声传来紧接着砰的一声 他用长棍挡住了两把匕首的刺激 却没能躲过腹部的一记暗拳 再次被重重抽打了出去 这一次由于去世太急 直接撞在了擂台地面 堵捉附近 赵陈雷与二男一女并尖立 目光望向擂台方向 赵兄 你说这呆驼 当时便已是黑魂堂排名前十的刺客 可是真的 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肤大汉说道 自然是真的 据我所知 此人当时若不是为了躲避仇敌追杀 恐怕还不愿加入我们圣地了 赵陈雷还未开口 另一名手持折扇的青年男子悠然道 这拾木此番可有苦头吃了 这次还要多亏赵兄提前告知我们 三人中 唯一的一名女子如此说道 是啊 多谢赵兄了 其余两人文言 也是连连乘事 几位不必如此客气 在下只是与呆驼有几分交情而已 再说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赵陈雷双手倒背 微微一笑道 距离几人不远处 马龙背对着三人 面色有些阴晴不定地望着擂台方向 手里还紧钻着一个掠骨的灵石袋 擂台之上 石木再次被一拳击飞倒地 其方一落地 便一个鲤鱼打挺地从地面上站起 目光朝周围飞快一扫 却没能看到呆驼的身影 此刻的他 双目瞳孔金光流转 轴身上下的精灵碎裂多出 鲜血流淌 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他虽然动用了灵木神通 但只能看到一道模糊之极的黑色身影 在飞快游走 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变换着位置 令其颇为郁闷的是 他竟然无法看到一个完整的移动轨迹 只能勉强看到 那道黑影不断闪动的片段 并且几乎无法感受到一丝一缕的气息 以至于其数次出手 非但没能见弓 反而露出破绽 被对方有机可乘 索性其脱胎绝缘满后 如今肉身强汉远超同阶 加上周身精灵护体 虽然体力真气消耗了不少 但并未受到什么致命伤 就在这时 那黑影速度却突然一致 并朝着自己身侧飞速袭来 石目目光一凝 身形漠然一晃 手中如意棍 二话不说地朝着侧边横扫过去 既然无法在对方移动时捕捉轨迹 那便干脆以静制动 毕竟承受了如此多次攻击 他也渐渐将对方的攻击套路摸清 黑影见状 身形在触及如意棍前 漠然倒退回去 再次化为一道模糊不清的黑色身影 在距离石目不远不近的范围内 群寻起来 接下去不到十个呼吸里 这呆驼所化的黑影 又发动了数次袭击 每一次都被前一次更急 角度更刁钻 但石目却每每能提前察觉 并以大开大合的棍法 直接化解 突然 石目发现 那道群寻周围的黑影 速度大缓 他双目金光一凝 发现此刻的呆驼 正单手紧捂着自己心口 另一手紧抓着匕首 似乎正在忍受某种痛苦 以至于速度大减 石目心中一动 背后火翼一舞 骤然冲至呆驼身前 长棍一舞 便朝其头颅砸去 就在这时 呆驼的脸上 突然露出一丝 阴谋得逞的笑容 那只警捂在自己心口的右手 突然竖起 口中嘀喝一声 影龙诀 只见其身前的影子 突然从地面上脱离而起 化为数十道黑色龙影 沿着石目的双脚 一下子弯颜上 直接捆覆到了其腰部 石目心中一惊 灰无火翼 想要飞身离开 然而下半身却被黑色龙影 紧紧束缚 完全无法脱身 嘿嘿 受死吧 呆驼手中法掘一遍 身后漠然浮现出一个 树杖高的黑色人影法像 手握一把长柄弯连 横扫而出 朝着石目的头颅收割而来 就在这时 石目身后的火光突然暴涨 两道火翼漠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头烈焰包裹的 赤色巨猿法像 其方一成形 漠然张口 喷出一道近乎纯白的火焰 迎向了黑色人影法像 混元真火 呆驼一见这火焰 低呼一声 顿时止住攻势 颇为忌惮的身形一闪 倒退了开去 并在半途中身影一晃 连带身后的黑色人影法像 一同消失不见 石目心中一喜 手中法掘一遍 混元真火倒卷而回 束缚着他的那些黑色龙影 稍一触及真火 便纷纷发出一声哀鸣的溃散开来 其挣脱束缚后 将手中如一冰铁棍一台 身后赤元法像一张口 朝着长棍上吐出了一道混元真火 呼啦一声响 那道近乎纯白的火焰 落在如意棍上 竟然圈圈缠绕而上 将整个棍身包裹起来